确定病例 我们今天当然没有本土的病例 那境外移入有9例 连续6天本土加龄 但新增9例的境外移入中 也出现第一例高端的突破性感染 虽然病毒量低 但考量境外疫情研制 还是决定继续维持二级警戒 我们就开放有陪室服务 有陪室服务的合法休闲娱乐场所 全程戴口罩 从业人健康监测良好通风 从16号开始 有陪室服务的行业 员工打过两季就能上班 如果只有一季 则需要每周快筛 而顾客也要打过一季疫苗 前满14天才能消费 但不止陪室业松绑春节 检疫规定也再度放宽 那我们新增的一个选择 是等于是7天的 7天的在旅社或集中检疫所的 的检疫 然后加上7天在家里的居家检疫 返台者回国时先做一次PCR 离开检疫所前一天 再裁检一次 检疫第10天和家人都要居家快筛 第13天做PCR隔离完14天后 家人和返台者都要自主健康管理 而且这7加7加7 只适用在接种完两季疫苗的民众 这人比较多所以我们才有讲 这春节的专案这里面 我们是全民监督要加重罚者 另外从今天到明年2月14号 也开始二阶段专案引进移工 首批将以印尼为主 采用14加7的模式 不过12月15号将配合春节专案 暂缓或减量一进移工 要全力确保国内的减疫量能 把新闻加领入之行 台北从报道 民生八方式 尽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